我第一次见到艾瑞克的时候 是我们一起去爬山的时候 快快快 小跑两步 小跑两步 快点快点 我以为他是一个非常斯文的男孩子 后来发现完全不是这样子的 他性格里有很多很活泼的成分 其实我开始对他产生好感 是因为我觉得他和我爸的性格很像 就是在有些时候盖沉稳的时候 他就很沉稳 在一些时候 他又可以给我的生活带来很多乐趣 还记得第一次我们爬完山以后 他带我们去了山顶的那家咖啡厅 在咖啡店和艾瑞克聊天的过程中 我才知道原来他是一个炒股高手 从听他讲了很多股票的一些基本技巧 我就觉得突然觉得他很有才气 从对艾瑞克的第一个印象开始 就一直以为他只是一个跳跳躁躁的大男孩 没想到他还是一个非常有内涵的人 当时我记得我跟他一起去Teddy Shop的店里 去给他朋友买小熊 然后当时我就看到那一对小熊 我觉得好喜欢 但是其实我也没有告诉他 我就只是看了很久 回来以后我们就一起回家 后来突然间他就把两个小 先开始拿了一只小熊出来 然后我心里还想 也行 买一只也行 没想到过了一会儿 他又拿出第二只小熊 然后当时真的觉得非常的感动 突然有一天我收到了 我这辈子到目前为止 收到最大最大的惊喜 你来来 嫁给我 我记得那一天 我们是在孟尔本的大街上 他突然捧着一束鲜花出现 然后当时我心里就觉得 他要干嘛 心里真的很紧张 有一点点觉得好像要求婚 但有一点点又不确定 所以呢 第一把他吓了一跳 第二呢 求婚很顺利就成功了 在我心里 就是从小都有个愿望 就是 其实就想找个人意这样子 聪明 漂亮 善良 甚至人意 然后能够体谅我的这个 体谅我的这个辛苦吧 我觉得 除了是懒一点一般 其他都还好 所以呢 我就觉得 找到他 我还是蛮幸运的吧 我一直想对爸爸妈妈讲两句话 就是爸爸妈妈谢谢你们 一直这么对我这么好 然后一直顺着我的意思 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很幸福 希望你们放心 也感谢仁义父母对我的支持吧 谢谢仁义的 仁叔叔这个阿姨 然后也对我父母 你们心情培育了我三十多年 我现在终于结婚了 你们放心吧 希望梁老健健康康 然后就这样 我们就结婚了 希望未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两个都可以开开心心地在一起 OK 放心 就算我不开心 你也得开心地在一起 好吧 这是关键 好吧 所以我的讲话就到此结束 谢谢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讲到乌鸦都叫了 讲到乌鸦都叫了